雖然已經一貧如洗了 但領取大米錢 海地民眾依舊將自己的愛心 投進竹筒裡 直到華蓮發生強震 如記神父在發放前 帶領眾人祈禱 希望將祝福傳回台灣 大米在海地 彷彿黃金一樣珍貴 這一包包扛在他們頭頂的白米 對當地居民而言 使幸福的重量更是偽生渴望 此季今年第一次在海地的大米發放 送出了160公噸的白米 援助的貧困家庭高達8000戶 我真的想要去改變,去幫忙,去幫忙,去改變 我自己也不可以做的,但我們可以做的, 我非常開心 志工在一次次的發放中 看見了居民的需要 這不僅僅是給予 更是獲得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曾會議黃敬良海底報導